大家好,我是小杨,这个季节在我们农村地里,满地的都是红薯叶子,特别的多,而且还非常的鲜嫩 红薯叶的营养价值很高,今天就用红薯叶子给大家分享一道新吃法 不用炒不凉拌,简单又好吃 准备稍微多一点的红薯叶子,挑这样比较嫩一点的红薯叶 红薯叶子放入清水中多清洗几遍 红薯叶生长在外面,经过风吹日晒,上面会有很多的灰尘,一定要多清洗几遍 烧一锅开水,在里面加入一小勺食用盐 把洗干净的红薯叶子放入开水中,焯水30秒 水2分刚才放入清洗几遍 在外面,又缠织加水10分内,但是她后 Zusammen 味道也放入去桢薯叶子 我们炒不散开水中的时候 还有盐炒不散开水中的红薯叶子 没有确定着准备来的光红薯叶子 可以用回锅,盐炒不散开水中你可以用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分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在上面撒一层干面粉 防止粘连 再把面剂全部按扁 用擀面杖擀薄 像这样的面皮就可以 再把调好的馅料包入里面 捏成饺子的形状 烧一锅开水 把包好的饺子下入里面 盖上盖子 煮开 煮开之后里面再加两次凉水 最后把饺子煮到这种全部上浮 肚子完全鼓起 就可以出锅了 像这样我们的 像这样美味的大肚水饺 就这样制作完成了 红薯叶做的水饺 营养解馋 鲜嫩好吃 里面的馅料非常十足 闻着也特别的香 红薯叶非常有营养 夏天多出红薯叶 对身体非常有好处 喜欢吃红薯叶的朋友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做法 我是小杨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